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目前距离2023年春节,还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不论打开任何一家社交媒体,都能看到与之相关的各种讨论 全网吃瓜群众的注意力,似乎都聚焦到了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尤其是央视总台,每次联牌都会被网友推上热搜 相较于前几年的嘉宾阵容,今年受邀参加春晚的明星艺人 明显更迎合年轻观众 而第三次大联牌,阵容已无悬念,全都是娱乐业有口皆碑的实力派艺人 没有任何一个华而不实的流量明星 歌手分别有顶流苏友鹏、许松、黄霄云、玉可为、丹依纯、光苏龙、毛不易 以及乐坛熬魔、国宝级歌手周深 演员、吴磊、北京大妞儿杨子、尹正、张雨琪、包贝尔、李光杰、艾伦、长远、玛丽、沈腾、秦海禄、西琳娜一高、秦兰、万熙、武大静、徐志胜、赵金麦、宋毅、热衣扎、张若云、张嘉宁 众多明星嘉宾当中,当属劳魔周深的呼声最高 别看春晚还在彩排阶段 可周深却提前拉满了歌迷们对兔年春晚的期待值 无形当中,也算是帮总台预热了一把 要知道,很多网友都是冲周深才决定今年春晚要守在电视机旁的 纷纷表示,会在第一时间收看周深的神仙舞台 随着连排的不断发酵 周深多次出现在了热搜榜单当中 之所以能在数十名一人当中脱颖而出 并非昙花一现 看过前两次周深路透的朋友 应该还都记得 每次现身与总台门口 周深都会牢牢抓住歌迷们的眼球 不愧是官媒眼中的宠儿 浑身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 即便自己在忙 下车后都会主动跟粉丝打招呼 毫无偶像包袱 别人家的粉丝只是粉丝 但周深向来都把自己的歌迷生命视为自己的朋友 不少歌迷都表示 每次看到周深都感觉特别亲切 而且任何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周深跟往常一样 还是经典穿搭 以黑白色为主 显得既阳光又接地气 在第三次大连排中 媒体人还将其称之为是开工 收工路透 开工路透中 周深在现经典名场面 下车后 像极乐现实生活中的打工人一路小跑 生怕耽误了时间 这样做 并不是为了赶通告 主要是不想让工作人员等住自己 毕竟周深的情商极高 远得不说 就拿芒果台的治愈音宗时光音乐会二来说 周深既是主持人 也是时光音乐人凭借一己之力 为节目带来了很多出圈话题 听到由女粉丝喊自己的名字后 周深一边向前走 一边回头给予回应 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 值得很多同行向他学习 走进总台后 每个人都需在门房打卡 还没等工作人员张嘴 周深就主动掏出了相关证件 并且摘下了口罩 经常会有人说 明星无论到哪儿 都自带优越感 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起码在周深这里 从未出现过 相较于开工路透 收工路透更加感人 彩排完后 天色已黑 只见周深活力满满 跟助理从央台大门口 向歌迷缓缓走来 值得一提的是 粉丝们还在门口一直等住周深 当然了 追星贵追星生米都特别守规矩 没有影响北京的交通秩序 只是在很远的地方等待住周深 短短十几秒的路透视频当中 周深不停地向歌迷打招呼 并且鞠躬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临上车前 还特意嘱咐粉丝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者 这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都喜欢周深的真正原因 每一次的表现 都让歌迷特别感动 作为一名艺人 按理来说 上车之后 肯定是让司机立马开车 毫不夸张地说 这首单曲跟周深的高能表现 不谋而合 而且在歌迷心中 周深一直都是心中的那树光 永远照耀助我们努力前行 除此之外 第三次春晚连排 歌手阵容一半以上 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比方说单一纯 毛不易 汪苏龙 西琳娜一高等人 不少网友都希望毛不易 跟周深可以同框表演 合唱一首金曲 尽管节目单还未正式官宣 但这种可能性很低 原因有二 毕竟二人都是华语乐坛的门面担当 让他们合唱的话 势必会内卷其他艺人 为了公平起见 倒不如一人一首solo更加合适 总之 通过春晚第三次春晚大连排 嘉宾阵容几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向演员万希 张若云 杨子 歌手毛不易 西琳娜一高 周深等人 必然会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 跟观众见面 不知道大家更期待 哪位艺人的舞台表演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